这种所谓的自由模式 那这个自由模式 把图也结下来放在这边好了 自由模式的话 就是未来 你直接输入那个 我们的这个类别名称 空一格之后可以读一个中文 空一个英文 空一个中文英文反正就这样了 那这边总共大概就是会有 四题中文 总共四个嘛 英文也四个 然后如果说你将来 在你后面有加了一个 整个所谓的那个参数的话 他读进来之后 题目就会变成这个 对 那你要输入什么 Right OK 这边打错了 然后也要显示出来 一样会有时间 一样会有在几题当中 答对几题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由模式 也就是说呢 使用者可以透过外部的传参数 产生他的题目档 OK 可以传参数的 这个我想在很多地方 也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用途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是把刚刚 这个JVD110 这个是01 是第一种写法 那第二种写法 也许我把它复制一下 再贴回去 也许贴上去之后的话 我把它改个名称 一般我是 会有做版本控制的话 把它贴上 这个叫JVD 也许叫02 第二种写法 因为这上面有了 所以OK 然后这边的话 第二种写法 第二种写法 这别注意 我直接在上面按右键 这边有个RUN S RUN S 这边有个什么 RUN的它的一个 那个参数的设定 所以你直接点选 RUN S这边 有一个这个 这个的相关的配置 那我们就是直接点选它 按右键 RUN S 这个 然后你会发现 这边会有一个 我们的110题号的class 如果说将来这边 没有你对应的题号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先把它RUN一次 RUN一次之后 它就出现了 然后你再到这边 去做一个设定 然后这边会出现 你这一题的题号 另外加上一个Arguments 我们把那个 在我们的题目档里面 要传的参数放置 Arguments 那一样 先一个中文 再一个英文 一个中文再 中间加空白 设定好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RUN之后 它能够接收到 接收到之后 各位有发现 刚刚的预设模式里面的题目 一直都会是电脑 资料库 好像都固定了几题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要 从外部读进来 第一题就不是 第一题是RUN 对 那你比如说我打一下 RUN之后 Enter 答对了 OK 好 那因为我的好是 OK 不过我如果打一个Good 会不会呢 不对 它这边会出现什么 正确答案为 OK才对 那Friend的话 假设我随便打一个 这打错了 OK 然后 School 好 它一样怎么样 您花费的时间 三十七秒 在几题当中 答对了几题 这个就是所谓的 自由模式 第二种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一题 那个CP值在太低了 做这么多 它才一样 跟上个礼拜 我们做了四题 四题的分量恐怕还没有 这一题来的困难 不过如果你不小心 刚好运气不是很好 抽到这一题 你还是要把它做出来 那刚刚是第一种预设模式 现在要来讲第二种模式 所谓的自由模式 那自由模式 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先传 那个你的 这个地方一定要传 第一个 可是传了之后 那我要怎么去接 那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有两种模式 那除了接到之外 你要判断说 它到底要用哪一种模式 那你怎么决定 由这个 这个 如果有传参数 那我就用自由模式给它 如果不是 那就用预设 假设里面是空的 那就是用 刚刚那个模式 所以 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一样 把这个城市打开来 基本上 我们原来的城市 原来的是这样 其实我们原来 我们原来是到这边 原来是这样子 那 我这个原来的东西 那如果说我今天 要多增加一个 所谓的自由模式 增加了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 我只有增加了一个 这个东西 if 判断 else 也就是说 如果它有传参数的话 我就是用自由模式这边 反之 就是原来的东西 所以在else 下面是放刚刚的东西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所以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if 那我怎么知道说呢 到底它有没有传参数 其实很简单 增加两个变数 一个变数是total 这个total是指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argument 这个argument里面如果传的话 它如果有传东西 那它的leg 它的那个里面的东西呢 一定就会大于零 如果说它有传资料 那就是 我可以判断这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它是不是成对的 所以这个pale 里面等于什么total除以二 那pale指的是一对 有中文有英文那一对 所以假如这两个变数呢 都不是为零的话 都不是等于零的话 那我就执行什么 执行底下的这个自由模式 反之就执行刚刚的东西 所以其实差别在这里 那假如说呢 我今天 是自由模式 那我做哪些事 第一个 一样先计时 start 先开始 然后再来就是 一样是 所以其实里面跟 你可以甚至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地方的程式 怎么样 直接复制贴过来 差别只是说 我的来源不是 从制定的阵列里面 差别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以下的程式贴过来 然后开始什么 开始一个时间 然后再来 一样 I等于零 从零开始 当I小于total的时候 OK 然后呢 特别注意 我们是由正列 假设它这个total 总共读进来的 这个长度 假如说有四题的话 那中英文 中文英文就 所以乘以二 有八个 OK 所以呢 我只要是小于等于 小于八 小于八的前提下 我就会进到这个尾圈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特别注意 我是跳一个跳一个跳 因为会有个中文 会有个英文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的话呢 用加 不是加加 加加是加 I等于加一嘛 那我是加二 为什么 一 三 五 七 有没有 一直跳着 那当他 抓第一个的话呢 那我就把第一个变数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比对一下 那一样啦 其实主要是从 Arg 这个是中文 那怎么知道英文呢 再把这个Arg 加一就好了 加一就是它下面一个 后面一个是英文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拿底下的程式来改 改完之后输出的结果 其实是差不多一模一样 那你们可以比对一下 两个最大的差别 那我也有把那个最后完成的那个画面 也帮各位做个整理 第一个特别注意 我黄色区域是刚刚那一题没有的 加了这些 后面记得一个大瓜五 头跟尾 那另外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一段 从这个Start到那个输出 这一段呢 其实跟底下这一段还蛮像的 所以将来如果考试的时候 你可以把底下这一段 把它复制 贴上来改 那哪里会不一样 特别之后 这个Arg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Arg 还有这个Arg加一 其实它本来是从那个 二维阵列里面抓 只是说把这个 跟这个抓一下 这个把它稍微改一下 另外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判断的这个 就是 要进入回圈的判断 跟那个累加的方式 原来是加加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把它改 这个改一下 改成那个Total OK 所以其他我想大致上 没有太大差别 那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自由模式部分